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讲 2月19日星期日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单Q一窗过 和大家买两个马匹 至于这次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是这场的第七场 这场第七场是我们的二班 草莉阿兰一千米的赛事 在这场马上我们就买到两匹马 我认为有两匹马是多值得来博 这次可以来试一试 至于这次我们第一个会选到的马匹 其实就想选这一只二号的状元及帝来买 为何这次会选择这一只状元及帝 我们先来看这一只状元及帝的赛事 这一只状元及帝 他在今季跑了四场 他这四场里面 沙田祖地甚至是跑迈地都跑过 路程一向都跑惯一千米 班次亦都跑惯二班 至于成绩方面 他就说拿过一个第一 两个第四 一个第六 其实他最近都跑过第六名 不算太好的 当时还要用潘顿去骑 用潘顿这些冠军骑士来骑 都骑得不好 跑过第六 接下来还要换人 不再是他骑了 他也骑过了这只平海掌声 没有骑到这只状元及帝了 但是为什么来到这一场 我们仍然会选这一只 最近成绩不太好 那潘顿有不骑的状元及帝 来去买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一只状元及帝 虽然来到这一场 潘顿不骑 不是他骑 但是其实这只马 实际上是不差的 还有 上将潘顿骑起上来 我觉得都是说输得有原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这只状元及帝上场 潘顿到底是怎么跑他 那状元及帝上场马 就是排着狗档的 这里的就是他 蓝衣蓝帽的 我们一起来看 潘顿今场是怎么发挥的 那今场马 这只状元及帝 排着狗档的关系 你会看到头段时间 他也是被人顶的 根本上这只马 因为排狗档 被人顶的挺严重的 一直都顶在三四碟 这样来跑的 头段有多快马走 多快马抢 所以其实这只状元及帝 今场马 是跑得很吃虧的 尽管 你看多一会儿 看他跑多几步 其实这只马 是抢出来放的 尽管他抢出来放也好 其实他也是说 跟别人在这儿斗烧的 他也是说 因为今场马 太多快马走的关系 他也要跟别人斗烧的 你看看这只状元及帝 是这样来跑的 所以去到转弯 入直路 你看到这只马 其实 好像 都是说 漸漸 被后面那些马 蓋过了 是吧 后面那些马 都是说 不断涌上来的 蓋过了 去到最后一百米 所以这只马 潘顿直接说 转推回去就算了吧 是吧 这样跑回回 就跑第六的 所以这只马上场 是这样输的 头段少了 多快马走的情况下 他这样输的 是吧 所以我认为这只马 上场 其實真的 是输得挺不抵的 完全是说输在形势上 因为大家留意上场马 在做的时间 其实上场马 头600米 是说在做33秒15 这些时间 这些时间很明显是快的了 比标准时间都快很多的 快步速其实就很明显 不利于一些摆头走的马 来跑 所以大家看回 其实上将 这一场马是没有一只摆头走的马 能够顶得到的 全部都是后上杀上来的 那些什么近之谭云平海 欢声 电源之驱 声耀王者 甚至是桃花姓 全部都是后上的 唯一一只摆前走能够顶到的 都是这只状元及帝 最后还要说 只推回来这样顶到第六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只状元及帝 上将都不算太差 是因为真的多快马走 那他又要跟人烧 才说导致了他输的 所以未来这一场再出再来 他跑的话 我觉得这只状元及帝 其实不可以看小的 真的不要看小这只马 就算潘顿不骑都好了 我觉得都不要看小 因为这只平海欢声 我觉得 他不是说比这只状元及帝 很多而已 虽然这只平海欢声 真的上场很明显 是比他跑得好的 是吧 大家看回 刚刚才都和大家读了个名次出来的了 那只平海欢声就是说 跑过第二的 真的跑得好过这只状元及帝 但是其实我觉得 来这一场马再出再来 跑的话 真的有个变数在这里的 因为说是上场马 其实平海欢声 真的赚了形势 快步速他利追 才是冲得好而已 来这一场马 到底是不是一场快步速的赛事 你未知 是吧 所以他能不能够赚回形势呢 好似上场那样赚形势来跑呢 那我觉得未必 是吧 再者 你看回负榜 上场平海欢声 负126磅 但是相反 这只状元及帝要背135 就是说给平海欢声重足 9磅来跑 但是来这一场 状元及帝背135 平海欢声背133 就是说重得2磅 上场状元及帝 是虧9磅来跑的 今场虽得2磅而已 即是说今仗呢 这只状元及帝 已经着数过上场 足足7磅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只状元及帝 在来这一场 绝对是说有机会反胜 今次还要是说 排出个五档 排五档 给他上场的九档 其实就是说更漂亮 是吧 那个档位更漂亮 他抢出来应该就是说 更加轻松的 所以我觉得 来这一场 这只状元及帝 真的有机会反胜 随时在来这一场 保重都不奇怪 因为这只状元及帝 其实在今季的表现 是说不差的 你看回他之前那几场 其实他之前那几场 他都是说 叫做跑近的嘛 一边两个第四 叫做赢过的嘛 上季他都是说 不断赢 不断入架的马 所以这只马 是一只赛 挺稳定的马 经常性都是说跑得好 所以来着这一场 就算他放赛明笑上去 我觉得这只马 都是说博得过的 那赛明笑这些骑师骑 那就换回一些赔率 我觉得更好 有赔率给你买 我觉得这些马更适合 还有我觉得今次 高冬来放他徒弟仔上去 有机会是说 益他徒弟仔都不出奇 那因为今仗 这只状元及帝 是有别于上将的 今次这只状元及帝 是说 在赛前特意上了重发 操一操 试买货杂 才是说再出来和他跑的 而在这货杂里面 这只状元及帝 都是说能够跑到第二的 成绩叫做是说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状元及帝 在来这一场 是说可以来到去试一试 当又好了 整体条件都是说不错的 所以今场我们第一只 会选到的马匹 都想选择这只 二号的状元及帝 来到去试一试 那大家今次 放到赛明笑上去 能不能够帮这只马 在来这一场 再次赢到马匹 好了 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到说回 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那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是哪一只呢 我们第二只会选择到的 都想选择高东尼的马 那就是说 这只一号的 洛满冠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择这一匹马呢 是吧 那原因很简单的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 高东尼这一位练马师 不是傻的 高东尼这一位练马师 是非常的聪明的 今次他出成两只马 那我认为 都是说有料到的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只洛满冠的赛迹 那这一只洛满冠 其实最近是跑到第九的 那用中逸离跑到第九回来 那成绩不算是太好的 那成绩不是说那么好 那为什么我觉得 这一只马也是说有机会呢 那原因就是因为啦 我认为这一只洛满冠呢 其实上将的这一场马呢 输得挺不底下的 为什么说呢 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一只洛满冠上将怎么输呢 那洛满冠就是这里的那一只 黄紫色衣服 那一号马匹白色帽的那一匹马就是他了 那我们看看洛满冠金场怎么跑啊 金场马洛满冠就排了九档的 那就是因为这一只马 金场马排了九档的关系啦 所以你看到这一只洛满冠呢 就是说被人顶的 那现在都顶了一个四五碟左右的位置 这一只马根本上金场马就完全是抢不了的 那完全抢不了 这一只马 金场马就要迫住留后啦 迫住留后来到去跑 那所以导致了 尤其这一只马 其实那个发挥不是说那么理想 迫住留后啦 还要一路走三叠啦 不是说那么理想的情况下 导致尤其乏力 那回来呢 就要跑一个比较差一点点的名次啦 所以最终呢 这一匹马呢 就是跑了第九名回来的 那所以大家看到啦 其实这只洛满冠很明显上场就是说 蝕着来跑啦 还有留后来跑啦 导致了输的 那所以我认为这一只马 其实上场是说输得挺不抵的 那但是事实上这只马 是不是一只没有实力的马呢 其实我认为不是的 那因为在今季啦 1月1号的时候 他曾经试过跑沙田祖里 1200米的二班赛事啦 那用中逆礼来跑啦 那都能够是说跑到第一回来啦 是不是 成绩是说不差啦 那还要你看看当时 洛满冠的那些对手是哪些 喂其实洛满冠当时也叫做是说 家应 精英 心之恒 梦想成金 电源之区 甚至是说平海欢声这些马啦 是不是 平海欢声这一只马就是 来着这一场再出判断骑的马匹啦 曾经洛满冠也是说赢过他的 那些必长胜啊 是不是 来着5号马匹呢 这只洛满冠也是说赢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只洛满冠 其实在来着这一场 论实力的话 其实他是挺强的 是不是 再同这些砧马跑的话 我觉得不是说没有机会的 更何况 来着这一场都是说缩程来到他跑 是吧 缩了下去跑这个沙田二番草 这一千米的赛事 那么 一千米这些赛事都是落满冠正宗的路程来的了 适合跑的路程来的了 他在外地都是赢一千的 所以这次他报跑一千的话 我觉得都是说适合他的哦 还有一格中逆离减多十磅的话 那么 轻榜来到他跑一些短途赛 其实是很适合跑的 那么高东来 这次还要是说出两只 是吧 那么两只马都给徒弟仔骑 我觉得随时是说两个徒弟回来都不奇怪了 那么因为这两匹马呢 其实都是一些摆前走的马来的 放下放下 其实可能就放下了 两只拍着回来跑第一第二 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 高东来经常性都是这样的 那么 那么 这么巧这两只 还要是两只都是摆前走的马 是吧 高东来这些这么聪明的联马师 他不会那么傻乱 放两只摆前走的马出来 然后就是说两只 放头的马都烧死的 是吧 他不会那么傻乱的 我相信高东来这位联马师 肯定是说赛前度过了 想过了这两匹马 接下来怎么跑 他们才是说 报名出来跑的 所以今次高东来出两只 还有两只 放头底仔两只摆前走的马呢 我觉得这两只马是说要买回 所以今场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马 都选一只一号的乐猛冠 来试一试吧 那么看看高东来今次出两只了 那么会不会说两只回来了 好了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两匹马之后 就来说我们的投注策略了 那么今次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连赢及位置的彩池 那么用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 那两匹马就可以了 那么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那么如果大家同意同路的话 那么多不防止撕分这两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那么希望大家一起赢钱的 好了祝大家赢多一点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 那么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还有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